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认为一群为了远在万里之外饰演而奋斗的人 用我们专业的知识和记忆的精神 在客户跟企业之间搭建一座畅通稳固的桥梁 我们的办公区永远是最后观众的一个 一般灯会亮到深夜 对人才的渴望和珍惜 让我深深感受到我们公司的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谈的应该是理想 理想既是一种动物 也是一种目标 只有梦想的力量才能激励和激发 我们生命中巨大的潜力 摆脱平衡的低俗 克服人心的弱点 走向优秀和解除 直立 印度加热大 如始有终 从这开始就要把它完成 未来市场潜力巨大 作为国内微型车辆领头洋企业 印度是我们必须要满拿下的国际贸易地区之一 先给第一进行小目标 做到核业领先 我要通过自身的努力 和公司强大的支持 大幅度的提高我们淮海产品 在该市场的战略 等我回来 也希望你们会过去 我还想再次对我的家人收一声 感谢一直以来 他们对我无私的支持 时刻要保持着 静静念念如理国兵的工作心态 我可以很自豪 我在淮海所做出来的一番成就 以及淮海对我的深深的影响 你也要浑海所做到达的 帝国 Podcast 还要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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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